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继续看功跟能 我们上一个礼拜五的晚上介绍了说 有的时候啊 总共它等于0 但是它的EK呢 并不等于0 这是我们讲的功能定律 有时候啊 这个等于0 可是这个系统的DeltaEK不等于0 那我们就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们发现呢 有一种状况就是啊 这个式子里面呢 应该再加一个这个 就是它有Internal Energy 内在的能量 比如说两个物体被压缩在一起 那当中有弹簧会弹开 那弹簧本来压缩在里面 压缩了它有未能呢 突然它未能释放出来呢 我们外面便没有用力啊 那么弹簧弹开以后呢 这两个物体就会开始有运动 有运动就有动能了 我们也举例说 两个深层的太空里面有两个指点 它不受周围其他星球的作用 就是没有外力的作用 但是因为它们互相吸引 外游引力互相吸引 它们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那这个时候啊 就是它们之间的未能减少了 因为它越接近这个未能越小 然后这个未能就转变成为它的动能 所以我们说这里啊 可能会有一项 internal energy 如果有这一项的话呢 那你这个等于零 那就等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搬过来就等于说 你内能的减少等于动能的增加 好 现在啊 我们回过头来看 从这个total work这件事情来看 我们想啊 你这个internal energy的改变呢 那如果我们拿过来的话 拿到这一边的话呢 那就是说 你的总工啊 不见得是等于delta ek 它还要加上一个 減掉一个delta internal 它才等于delta ek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把以前的这个 把这个 wtotal等于delta ek 给修正 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继续再看 那么 wtotal就是 总力所做的工 我们可以把这个合力啊 以前讲过 合力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什么 一类就是 非保守力 一类是保守力 对不对 好 现在啊 我们呢 我们呢 把这个total work啊 再分成这两样 一个是 external force做的工 外力做的工 force external 再加上一个是 内力做的工 因为像这种 我们刚刚讲的 两个指点互相吸引 它是内力啊 彼此作用的 类似这个系统的内力啊 内力做的工 然后化成它的 贵能 贵能就减少 然后动能就增加 所以呢我们把它 变成 external force做的工 跟internal force做的工 那么external force做的工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 non-conservative force 非保守力 外力的非保守力 再加上外力的保守力 就是说 这个力啊 我们分成 非保守力跟保守力 那么这个力也分成这样子 internal 再加上 保守力 internal的保守力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两样 把这两样 把这两样把它 写在一起 我们可以写成 total 这个total就是 内力跟外力 所有所有的 非保守力 我们都做的工 都把它 算在一起 好 要等于 external force做的工 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工 那么这个我们说 它可以变成 未能的改变 external force 这个external就表示是 external 的 force 它是conservative force 然后它可以变成 未能改变的负值 那这个呢 内部的conservative force 它也可以变成 internal internal ok 我们把它 这个 把它变成 这个样 好 那么 我们再一次的 把这个V 把它分开 好 我们把它分成 W non-conservative force prime 这是total 全部哦 以后我们这个total 就不写了 我们在 倒的时候 把它写出来 把什么东西 分离出来呢 把里头的摩擦力 把它分出来 加上 fk 也是total fk 也是total 然后 剪掉这个 fk也是total 这个功最后变成什么东西啊 不管你是外面的摩擦力 还是里头的摩擦力 都变成 internal force 就是变成它的热能 热能 比如说我们一个系统 里头有两个物体互相摩擦 在移动的时候互相摩擦 结果它就产生热啊 这个热就分布在这两个互相摩擦的物体上面了 还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啊 所以呢 这个 就是它的internal force 算是internal force的一种 那还有其他的internal force 像这个里头有炸药炸开 你外面根本没有用力啊 它就有这个力啊 或者痰痪在里面弹开 也不是摩擦力啊 那么 那现在我们就说 反正这个 最后是化成internal 化成internal energy 所以这个最后是化成 我们把它写成internal energy potential energy 就是external the conservative force做的 这个是internal potential energy做的 好 我们说 这个 wtotal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delta e k delta e k delta e k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delta e k 最后啊 我们说 我们说现在的 total work 我们从这里 这里来看 全部全部全部的非保守力做的工 但是摩擦力除外 摩擦力除外 因为摩擦力我们已经把它拿出来了 它的工具变成它的内能的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全部写成delta e k 外力的保守力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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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化成未能就对了 然后 然後再加上Internal Energy 其實這個也可以算在Internal Energy裡面 反正這個系統裡頭的 裡頭的這個動能我們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微能有時候你根本看不出來 它裡頭有 比如說彈簧壓縮在那裡 你沒看到彈簧你怎麼知道 那麼它當然有內能了對不對 所以最後我們就得一個功能定律變成這樣子 這個記住這個是已經把這個摩擦力不算 摩擦力算進去也沒關係 很多時候這個摩擦力你算不出來 你不知道它摩擦力多少 比如說我一顆子彈打到這個木頭裡頭去 這個子彈呢它是一邊前進一邊旋轉 所以它旋轉到這個木頭裡頭去的時候啊 它跟木頭會有摩擦力啊 這摩擦力會產生熱量 那這個摩擦力多少你怎麼知道啊 不知道啊 所以像這種摩擦力我們根本就是算不出來啊 所以我們就把摩擦力功呢 就算到它的internal energy裡頭去 算到這個裡頭去 如果這個摩擦力算得出來的話呢 那你就算摩擦力好了 那你這一項先不要看 就是這個加這個 這個加這個 但是它摩擦力做的功跑到哪裡去了 還是變成熱能啊 還是最後還是變成這個東西啊 它動能會變少 動能會變少啊 動能會變少就是 內能增加嘛 因為它的 能量不可以就這麼消滅了 不可以就這麼 有變成沒有 它是從一種能量傳播到另外一種 變換到另外一種能量 所以呢 我們寫這樣的一個詩子 最終最終我們說 摩擦力以外的其他的力做的功 做的功 有的已經變成它了 有一部分變成它了 對不對 那麼一部分已經變成它了 當然這裡頭的功不可能是這個 一部分變成它了 另外還有一部分呢 可能變成什麼 變成 一種我們不知道的能量 不知道型態的能量 所以最後我們就說 這個可以寫成一種負的 一種不知道的能量的改變 就好像這個可以變成 就好像這個可以變成負的 internal energy 所以我們說 如果你把這個變成一個負的 某一種的能量 我們說是 unknown 我們說是 unknown 不知道形態的能量 不知道形態的能量 那我們就把這個 符號呢 拿過去 拿過去以後我們就變成 0要等於 delta ek 加上delta ep 再加上delta internal 再加上 其他形態的能量 其他形態的能量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能量守恒 能量守恒 終極的能量守恒 就是說這個能量啊 不能無緣無故就沒有了 每一項能量可能會變 它也會變 它也會變 這個也可能會變 那麼 但是我們總合起來不變 全部加起來不變 所以我動能可能減少 但是動能減少了 這個能量減少的動能 跑到哪裡去 它可能變成熱能 可能變成胃能 所以呢 動能減少的結果 可能內能改變了 未能改變 但是總量不變 OK 這就是最後我們說的 能量守恒 能量守恒 現在我要舉一個例子 給各位看 啊 假定我們有一個物體 它原來在這樣的一個高的地方 它的下面呢 有一根彈簧 質量不算的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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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面上 然後這個物體啊 就從靜止開始 自由落體掉下來 掉在這個彈簧上面 我們假定這個彈簧還是保持這個直立的形態 不過它已經被壓縮了 壓縮到最低點的時候 這個物體也不動了 彈簧就壓縮到一定的長度 我們假定它壓縮到這裡 同一個啊 同一個啊 同一個東西啊 啊 那麼我們現在 要問它壓縮 彈簧被壓縮的長度是多少 彈簧被壓縮的長度是多少 我們假定這個彈簧的立長數是k 它在這個彈簧的上面呢 高度是h 從這裡壓縮下來 最後呢壓縮到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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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啊 這個位置啊 我們要設delta y 就是y 彈簧被壓縮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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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物體的質量是m 我們現在要求 彈簧被壓縮的最大長度 有壓縮一下 而你嗎 我記得 你有壓縮的嗎 你要求這個她 可是跌簧 我們要求這個 ? 有壓縮的嗎 我們要求這個 好 那你現在怎麼做 你可以用什麼動力學做 你先用等加速公式 算它到達這個地方的速度 然後呢 用動力學算出 彈簧給它的力是多少 這個力是變的 因為彈簧壓縮越多 這個力就越大 然後到這個物體靜止的時候 物體靜止的時候 它歷時多少距離 就是說經過多少距離 這可以算出來 不過這個相當的麻煩 你們可以算一算 那我現在呢 用功能定律來看 功能定律 我們就把這個物體 跟彈簧當作是一個系統 當作一個系統 那其他的就不是了 地球就是這個系統以外的 叫做環境 系統以外的東西 我們稱它叫做環境 我們把這個物體跟彈簧 視為一個系統的話 我們現在用功能定律 用我們剛剛導出來的 work 我們就當作是所有的 非保守力 內力跟外力 通通算 通通算 那麼它是等於什麼 Delta-E-K 加上Delta-E-P 就Delta-E-P就好了 然後再加上 這樣就好了 你可以把這個分開說 這個External Potential Energy Change 或者是Internal Potential Energy Change 我們就寫這兩項就好了 因為這個內能 內能 你寫出來也可以啊 你看不出其他的內能 看不出來了 你也可以加上這個 不過現在呢 內能沒有什麼別的 你把這個Potential Energy 已經算了吧 其他的內能就是什麼 摩擦力會構成 Internal Energy Change 那現在 我們假設沒有摩擦力啊 那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麼所以這一項呢 你就看看 內能有時候你 你算不出來的 我們只知道有內能存在 有時候算不出來的 好 你就用 這個算 那現在呢 我們說有幾個 有這個物體 這個物體有速度的改變 我們把這個當作A 這一點當作是B 這一點 那麼就二分之一 B MBB平方 加MGYB 就是這個物體的位能 彈簧也有壓縮啊 彈簧的壓縮 我們就算二分之一 K 我們說XB 我們說XB 的平方 彈簧的壓縮 我沒有另外一個單位 不要跟這個分在一起 XB 好 那麼 減掉 二分之一 BA的平方 加MGYA 加二分之一 KXA的平方 好 這個就是我們用的功能定律 那現在呢 我們把這些都把它 A點跟B點 它的位置跟速度 它的壓縮的這個長度 我們都寫出來 就是說A點就在這裡 A點的時候啊 我們算這個 物體速度 等於0 它不動嗎 然後你要算它的YA的話呢 你要選一個 Y為0的一個Level 我們假定這個是Y等於0 那麼它就在Y等於0 原點的上方 所以是用正的 正H 那麼彈簧呢 XB就是這個時候 彈簧壓縮或者是伸長的長度 彈簧有沒有壓縮有沒有伸長 這個時候沒有啊 沒有的話 就是0 所以XB是0 然後我們再看BB BB是壓縮到不能再壓縮的時候了 那就是也是0 YB呢 就是它距離 就是它距離 壓縮 YB就是它現在 距離這裡有多遠 就是Y嘛 這是Y什麼 負Y XB呢 XB XB就是它壓縮的長度 彈簧伸長的長度 用正的 縮短的長度 是負的 這個時候彈簧是縮短 所以它就是負Y 這也是負Y OK 好 我們再看左邊 NON CONSERVATIVE FORCE 它總共受哪一些力啊 我們看在這裡好了 這個時候它有 看這個地方 它有重力 還有一個就是 彈簧給它的 ELASTIC FORCE 沒有別的力了 這個是超距離 ELASTIC FORCE是接觸力 彈簧給它的 但是這兩個力 都是CONSERVATIVE FORCE 都是CONSERVATIVE FORCE 它們已經算在這裡了 所以不要再算了 它就是 沒有 NON CONSERVATIVE FORCE 沒有 OK 好 那我們把這些資料 帶入第一式 帶入第一式 我們就得 0 要等於 二分之一 M 這是0 這個是0 這個是0 然後第二項 YB 第二項是-MGY XB 加上 二分之一 可以XB 負Y的平方 還是Y 平方 這個 BA等於0 YA呢是H 可以加上一個 彈簧 生長量等於0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 同程式 是二分之一 A Y平方 加上 加上 減掉MGY 減MGY 這個是減的 再減掉 MGH 等於0 等於0 那你現在要把這個Y解出來 這是二次三向式 Y 這個變數的二次三向式 我們用配方的方法 把它算出來 我們說這個Y呢 它就等於 負B 加減 負B 沒有 加減 B平方 減掉 4AC 4AC 2 over K 好 那麼 這是負負的正 這個正 好 現在我們看 你把這個 你看這一項 單單只有這一項開出來 就跟它一樣長 就跟它一樣長 你還加這個 加這個的話呢 那這一項就比這個大 那Y就是負的 但是我們在這個地方的Y 是用絕對值 用正的絕對值 你看哈 它在這裡以下 就算負Y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Y是絕對值 那你就要去正值 去正 去正 去正正值 我們回去再仔細算一下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應用的時候啊 常常我們這一邊的什麼 internal energy 我們通常都是不去寫出來 除非它告訴你 有一些變化 否則的話 我們呢 因為你看不出來啊 我們就直接就說 這個是 就是 所有的外力 加內力的非保守力做的工 現在修正了變成 所有內力跟外力 外力所做的 非保守力做的工 OK 那麼這一項就是說 這個系統裡面 這個系統裡面 外力做的 外力做的 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工 變成未能的改變 或者是 internal force 裡面的 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工 變成 internal energy的改變 通通包括在這裡面 那像這個 我們現在 有兩個觀點 一個就是說 你把彈簧跟 你把這個當作一個系統 彈簧是它的外力 它的環境 所以彈簧給它的力是外力 那麼 地球給它的力也是外力 因此這兩個就是 屬於外力做的 conservative force做的工 那麼就是外力的這個 potential energy 那你也可以把 物體跟彈簧看成一個系統 然後地球看成另外一個系統 看著它的環境 那麼地球給它的力 就是外力 外力的未能改變 是這個 彈簧的未能改變是內力啊 那就是這個 我們怎麼看都可以 那麼這個是 我們最後用這個 這個 試者 再來我們就看到一個 這樣的 一維的 守恆系統 那就是我們 另一維的一個 方式的這一個 東西是由於 那就是這個 那就是這個 在這個 這個東西是由於 這個方式的 然後我們做一個方式的 一个物体做直线运动 当一个物体做直线运动的时候 手痕就表示说 这个物体仅仅受conservative force的作用 它没有non-conservative force的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带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就是零了 零 这个等于零 因为是手痕系统 那么就是动能跟未能的改变是零 那就说任何一个位置的机械能要手痕 任何一个位置 我们就写二分之一 mv平方是动能 加上未能 未能我们就用这个写 potential energy 手痕 那它就是等于一个 constant 那这个是什么 是总能 这个是它的 这个是它的 未能跟动能加起来 的一个总能 我们从这个式子里面呢 就发现了有一个 这样子 你把v解出来 把这个物体的速度解出来 这个物体的速度啊 它就等于 正负 根号 根号 二分之 m的 1 减掉 一批 整个这个 那么我们就看出来 这个时候 一批不得大于总能 就是未能不可以比总能要大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v不可以是 不可以是 虚数 v不得为虚数 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东西 速度就是速度 它不可能是一个 负 不可能是一个虚数 那么 所以我们说 这个时候的 一批 它一定小于等于 总能 它一定要 比这个 最大是最大就是它 然后要比这个来得小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件事 好 另外我们看这个 如果有一个 一维空间的 这个保守力 做的工 保守力做的工 我们是把它写成 这个工 最后可以化成 未能的 改变的负质 对不对 Conservative 做的工 是变成这个 那么 未能改变的负质呢 我们可以写成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DEP 那么这就是 一批 A 一批 B 这是负的 负的 等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 就从这两个积分号里面 我们把这个积分呢 两边都微分一次 它就变成 以下的式子 微分一下 变成这个 那这个可以是三维的 这个也是三维的 所以这两个道具起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 F 这个C就 就不写了 就是Conservative force 那就是Fx D X 再加上 Fy Dy 再加Fy Dz 要等于 负的 Ded 但是因为这个 在这里头 我们看到 它可能是什么 它可能这个 跟三个坐标 可能有关系 我们现在 如果是 如果是一维的话呢 当然这个Force 这个Force 其实只有 只有一个component 如果是三维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看 要用 我们这里先用三维的好了 三维的好了 等等我们再讲一维 它就等于负的 这要用partial Ep over partial x Fy 等于 partial Ep over partial y Fz 等于负的 partial Ep over partial z 这是三维 这是三维 物体的三个force 如果是一维的话 如果 F 如果F 如果F 仅仅是 X的component X的component 仅仅是 X的component 它就没有这两项啊 它就 只有X啊 好 那我们就有 Fx Dx 要等于负的 Dep 好 Fx呢 就等于 不要写Fx 它就是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很厉害 我们写这样子 conservative force 复的 这里就用一般的 微分就好 不要 partial derivative 不要做这个 tush 的 微分 好 这个意思就 告诉我们 如果 F 仅仅跟 X有 Ep仅仅跟 Dx有关系 如果我们有一个 曲线是这个样子 曲线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是 E E 1 1 那这个是 X 这个 Ep对 X的曲线 任何一点的斜率 比如说 这一点的斜率 这是X 某一个 位置的斜率 我画得不好 我画得不好 这个斜率是正的还是负的 负的 负的 啊 这个就是斜率 啊 斜率 不要看负号 这个 再乘一个负的就是正的 就是说你这个物体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你有一个弹珠摆在这里 这弹珠会往哪个方向滚啊 往这里滚 对不对 就是它受力是向正的方向 如果 啊 你的这一点是在这里的话 那这一点的斜率是正的 这一点的斜率是正的话 那 成一个负号就是负的 那这个物体 就受一个力 向那一边 所以 这个物体呢 它会朝 这一边滚下来 啊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呢 它的斜率是0 斜率是0 斜率是0 那就是 它受的力 这时候是保守力 是0 是不受力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刚刚这个 这个式子里面 假如啊 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 未能于 位置的 曲线 是这样子 是这个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物体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的话 那它是平衡的 平衡的 啊 就是说 它这个时候 不受力嘛 外力 它整个是conservative force 它就没有力 没有力 好 你把它推到这一边 斜率是正的 它就往这边 推 这物体会回来 那这里呢 它又会回来 啊 推到这里 那时候 conservative force 往那边推 所以这个物体啊 如果你的能量 是在 是在这里的话 我们先看 如果你的能量 跟这个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物体是 平衡的 平衡的 如果你的能量 总能量 是这个 总能呢 就是 我们随便讲一个 E E2 那这个物体的 位能 不可以 比这个高啊 位能不可以 比总能高啊 它就在这个地方 来回震荡 这个地方 来回震荡 如果它往这边去 到了这一点 它就会回来 到了这里 又会回来 所以呢 这个点我们称它叫做 反 折反点 turning point 到了那一点 它就往回跑 到了那一点 所以它 在这个能量的时候 它有两个 折反点 好 好 如果这个物体是在这里的话呢 不是这里 我们看这里 这里 E3 这个是两个折反点 这个是两个折反点 E4 也是两个折反点 这两个折反点 E3的时候呢 它有四个折反点 如果原来在这里 它可以这样子震荡 如果原来在这里 它就是这样子震荡 诶 如果有一个能量是在这里 总能是这个 那么这个物体啊 它原先如果是朝这边跑的话 它就到了这里以后 就折反 折反以后啊 它一路下来啊 就不再回来了 因为它的总能高 这么大嘛 未能可以比这个大 可以比这个大 你只要它可以爬上去 所以它只有一个折反点 一个折反点 如果是在这里 这一段如果是平的 这一段如果是平的 邪律是零 这个地方 邪律也是零 这个地方邪律也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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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说物体在这个 几个点 它都是平衡 但是在平衡又不太一样 这个点的平衡叫做 稳定平衡 Stable Equilibrium 你在这里本来不动 你把它拨到这里它会回来 拨到这里也会回来 这个也是一样 拨到这里也会回来 拨到这里也会回来 但是它在这一点的话呢 它是平衡 可是啊 你轻轻一推啊 它就从这边走了 它不会回来 往这边推就往这边走了 也不会回来 OK 那这个叫做 Unstable Equilibrium 不稳定平衡 那么如果在这里的话呢 这是水平的 好像我们一个球 在水平的地上 你推到那一点 摆在那里 它静止 摆在任何一点它都静止 这个叫随意平衡 随意平衡 叫Neutral Equilibrium OK 那么这个是 我们看到的这个 Conservative Force 跟未能的关系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可能在下个礼拜 会有一支考试 考试的范围的话呢 我想 因为今天我们要开会决定 统一考 大家都一样考 不管你是哪个老师教的 题目都一样 很可能就是教到 这个能量 手 就能量这一章 那么我们礼拜三开始呢 讲动量 讲动量 因为我们这个 课程进度定得太 太紧 所以 没有办法 本来是 这个是五个钟头的课啦 你们只有三个钟头 绝对落后 但是我们 就是要要求 要这种进度 所以我们不得不 速度快之外 有时候 不得不给你们补两堂课 所以以后我希望你们 补课的时候要来听了 你不听的话 你光看那个录影 有时候啊 不是很清楚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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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